你再吵 我们再等96秒 我的女朋友在车窗外面 狂敲玻璃 然后狂大骂脏话 我看过最夸张的情节是 韩剧的男主角 他载个女朋友 在半夜开车 他们在车上大吵架 那个男生没有安慰女生 他反倒停在路口 然后用右手把副驾驶的门踹开 然后跟他讲说你给我下去 这时候女主角 非常的惊恐 但他也非常生气 他说 你让我下去 好啊 我下去啊 你敢吗 我下去啊 他一下去之后呢 那个男生马上把车门关起来 蹦 然后脚踩油门往前冲 然后这时候 刚刚很小白的女生 从非常的怒气 突然变成大哭 开始说 对不起 对不起 请原谅我 对不起 超级大男人主义 我问女朋友讲说 这个你觉得很帅吗 她说 好帅啊 然后我心里想着 哦 那你之后完蛋了 后来真的有一次 我半夜在内湖开车 凌晨两点的时候 我跟他大吵架 他坐在副驾驶 我马上想起那一幕 好帅啊 我就马上把车停在路边 然后用我的右手把副驾驶的门踢开 说你给我下去 我的女朋友跟韩剧一模一样 蛤 你要我下去 好啊 我下去啊 怎样我下去啊 她一下去的时候想说 太棒了 中计了 我马上把副驾驶的门关上 我到要踩油门的当下呢 突然 干 红灯 我的车是这样子 所以我的女朋友 没有像韩剧一样 马上追起来说 对不起 请原谅我对不起 完全没有 根本不用追 她往前踩一步 然后转身 瞪着我 继续破口大骂 怎样 蛤 你怎样 红灯 你怎样 但我心里没有放弃 我想说好 红灯 不小心 我很倒霉 没关系 等一下就死定了 让我们再等99秒 为什么台北内湖凌晨2点要99秒 我说OK 好 没关系 你再吵嘛 你再吵 我们再等96秒 我的女朋友在车窗外面 狂敲剥离 然后狂大骂脏话 要开门啊 干 你去死啊 我想说好 我现在乘坐冷静 我装作看不到你 好不好 抓着方向盘 直视前方 当作你不存在 好 我们再等80秒 大概过一阵子 大概还有60几秒的时候 有一个阿伯 骑小绵羊 过来 跟我并排等红灯 我用余光瞄他 因为我想要死定了前面 他转头看着我们这一幕 不知道为什么 他看着我那个脸 本来是好奇 后来越来越惊恐 那个阿伯都是皱纹 他超怕的 想说 为什么 为什么他瞄我们 竟然是这样的脸 后来我想到了 因为从他的视角来看这一幕的话 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一个台北内湖 没有任何人烟的地方 有一台 汽车里面的男驾驶 他被一个女鬼跟 然后看不到 他吓死了 他吓到 马上下车把机车牵走 嘴巴一直念 阿密豆腐 阿密豆腐 阿密豆腐